这个男人想要跳楼自杀 却沉浸在一位年轻阿姨曼妙的芭蕾舞姿中 但这也不能全怪她 就凭着魔鬼般的身材 和雪白的大长腿 谁看谁不掩直 这个年轻阿姨叫恩佑 准备出去约会 因为电梯故障不得已走楼梯 这时楼上却传来一响 她抬头一看 楼上的灯正一层一层的亮起 吓得她摔倒在地 正在她痛苦呻吟时 沉重的脚步声缓慢靠近 原来是八哥 看着八哥站在这不走 恩佑拿起手机说是在这里休息 正当八哥要说什么时 身后突然窜出红衣女鬼 狠狠咬住八哥的肩膀 鲜血直流 吓得恩佑连忙起身 我八哥也不是吃醋的 一个卡布达过接摔 就把女鬼扔了出去 八哥看到肩膀被咬成这样 掐住女鬼脖子 看到女鬼额头上的印记 瞬间明白 原来刚刚撞门的就是你 上去就是帮帮两拳 女鬼被打倒在地 却开始了街舞表演 起身就朝年轻阿姨扑曲 可能是极度恩佑太美了 八哥哪能放过他 一脚直接踹到墙里 看女鬼还想站起来 八哥果断用脚暴力刺厚 一旁的恩佑也被吓傻了 而此时智秀拿着棒球棍正在下楼 却碰到一名男子对着墙 窃窃私语 正当智秀小心翼翼从身旁走过时 男子的酒瓶突然掉在了他的脚下 他回头一看 男子露出圣人的惨笑 鼻子也涌出黑血 正当男子要完成进化时 智秀一棒打晕了男子 刚要前去查看 神父及时出现阻止 话音未落 男子突然变成怪物缓缓起身 关键时刻 神父一刀砍掉怪物半个脑袋 两人躲到一间房间 智秀问神父怪物到底死了没有 神父回答 而此时 只剩下半个脑袋的怪物 却扭动身体站了起来 此时正在查询相关信息的贤秀 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了 这时他想到了门口的泡沫 本想开门查看时 一个怪物近扶着门框走了进来 说着 贤秀吓得紧门嘴巴 原来是半个脑袋的怪物 贤秀看到一旁的扫板 准备用来当武器 可谁知 没了眼睛的怪物 耳朵却异常灵敏 正当怪物即将发现贤秀时 恩赫的无线电生救了贤秀 贤秀正想得怎么自杀 却听到楼下有动静 往窗下一看 一个男人正要下楼寻找物资 男人告诉女儿自己出去找到食物 就马上回来 让弟弟听姐姐的话 话还没说完 一个大眼怪突然出现 男人被吓得摔倒了楼下 女孩也被吓得大声尖叫 并吸引了大眼怪的注意 就在孩子即将被大眼怪 瞪死时 一个显示器从楼上砸了下来 大眼怪哪受得了这气 伸着脖子就朝贤秀窗户冲满 像蟒蛇一样对贤秀死亡缠绕 开始对贤秀进行死亡凝视 千军一发之际 一声枪响 大眼怪脖子被击断 原来是隔壁韩大叔救了他 并潇洒地喝起了啤酒 贤秀正想说话 韩大叔示意不要出声 并用提前写好的纸板告诉贤秀 怪物会听到声音而过来 并且很难杀死 贤秀往楼下看去 刚刚的大眼怪竟然自动褪去脖子 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了 贤秀本想和韩大叔一起去救出姐弟两人 可到了大叔家里 却发现大叔是一个残疾人 救姐弟的任务只能落在贤秀一个人身上 殊不知大叔是一个武器大师 帮贤秀的武器附魔了电属性的效果 并告诉贤秀这也不能完全杀死怪物 让他躲着走 贤秀拿着新武器独自踏上拯救孩子的道路 在走廊遇到无脑怪并迅速躲进电梯 本以为无脑怪已经走远 却突然出现在电梯门口 原来无脑怪是来吃臭鱼的 却不想被贤秀垫了个拳马 贤秀连忙逃走 灵敏的耳朵瞬间锁定贤秀位置 伸出49米小手就要抓贤秀回来 好在无脑怪就是无脑怪 贤秀捡回一命 无脑怪继续往前走 贤秀抓起跳跳球就砸了过去 声响使无脑怪无法变灭 被贤秀深深刺中后脑勺释放十万伏特 电晕了过去 贤秀快速逃走 找到姐弟后 带着他们准备前往韩大叔家里 不料贤秀鼻孔鲜血之流 两眼全黑 露出恐怖的笑容 逐渐黑化